小丽的女儿出生快两个月了,小天使得到来,本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,可是小丽怎么也开心不起来,宝宝生下来发现右手少了两根手指,每天看到宝宝的手指,小丽就觉得特别无助和痛苦。 小丽带宝宝去做了染色体检查,结果是正常的,孕期三位超也没查出异常,小丽每次都按时做产检,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检查,每次产检都很正常的,孕期饮食也很注意,定时是叶酸,甚至还满了防辐射服。 没想到宝宝生下来,居然手指有畸形,她感觉自己要崩溃了,小丽想不通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待她和孩子,让她欣慰的是宝宝很光巧,身体也比较健康。 一些孕妈以为顺利通过四位采钞就能高枕无忧了,由于目前的医学技术有限,一些胎儿发育机型没办法检查出,不过孕妈也不要过分留心,胎儿发生机型的几率很低,只要孕妈及时配合医生做产检,以及做好预防措施。 比如注重饮食健康,服用叶酸片,不滥用药物,避免病毒感染,以及远离所有不健康的行为。 这样做能有效降低胎儿畸形风险,孕期禅险,这四类畸形查不出,孕妇要提前去访。 一、听力和视力异常。 听力和视力是人类感觉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径。 如果一个人丧失了听力或视力,世界将是寂静无声和黑暗的。 这比缺胳膊上腿更严重,不过目前的产检技术有限。 检查不出听力障碍和眼盲问题。 二、手指或胶脊异常。 手指和胶脂畸形相对常见一些。 孩子到点的时候可以做矫正手术。 B超不能准确地检查脚指和手指异常。 因为宝宝的小手和脚腰一般处于紧握状,医生没办法判断。 三、耳朵和眼睛畸形。 耳道缺失或乌眼症,很难在彩超中检查出来。 由于彩耳的耳朵发育还不完整。 通常小耳症或耳轮廓不全,也无法精确诊断。 四、先天性心脏病。 先天性心脏病有不同的类型。 严重的心脏病变,可以通过B超检测出来。 如果病得比较隐晦或症状行为,往往无法判断。 郡七,你每次都按时做产嫌吗? 欢迎大家讨论这个话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